履歷表 16秒定生死 很多人都說履歷表秒殺 也就是16秒就過一張 否則一個人一天要看100份的履歷表 你讓他怎麼看 而且看到最後其實是無感的 對 所以說視覺 本來就相對的是比較吸引人的 於是我就建議 這個履歷表上面的這個照片 一定要呈現自己的 要呈現專業感 什麼叫專業感 其實原則上就是 一個有自信的一個神情的展現 哇 是很適合去選立委之類的 同你一票 同我一票 我們畢業之後出來找工作 已經有第一份工作了 就是找工作 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如果我們在找工作的所有的步驟 都不專業的話 你怎麼能夠期待企業主 能夠在你身上發生什麼想像 也就是一旦未來上工作的時候 你會很專業 你找工作這檔事 你都已經不專業了 你還有什麼是專業的 而且現在很多履歷表 年輕人都是拿自拍照在發的 對 然後女生那個修圖 然後腮紅什麼 然後他站在你面前 你就想說是同一個人 對於照片 太照片了喔 真的非常不建議 第一個是 自拍有的時候是 後面找一個白牆壁 這一看就知道 這不是在照相館拍的 連這個錢都要省 我實在是覺得 格局太小 就是還有一個 就是用這個 證件照 他認為說 你不是叫我去照相館嗎 那我就去照相館 那個太正式 反映不出你的那個自信的神奇 反而會覺得很死板這個人 對 嚴肅 都是這樣子啊 因為他這個要露 這個要露什麼都該露出來 那如果來一張這樣 通常是 這要我扁了嗎 這個太扯了 馬上被刷掉 那第三個最常犯的錯誤就是 年輕的朋友 特別年輕的朋友 他認為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有拍學士照 這個不是你叫我去照相館 知道嗎 那也不OK 因為學士照 它只用在兩個地方 一個畢業監測 一個就是畢業證書 其他沒有人的照片 用畢業照的 超多人的畢業照 對 畢業照它只是展現說 我是一個剛從學校 畢業出來的新鮮人 你就告訴人家 那有人到兩年 三年 轉換工作了 他履歷表上還是用那種照片 那你這兩三年的這個經歷 不就擺一看了嗎 你不要讓人家覺得 我就是菜鳥 畢業照就是等於那張照片上寫著 我是菜鳥四個字 而且一張照片 你會運用這張照片 就代表看得出了很多 你後面的人格特質 你是否懶惰 你是否不看中那件事 等等的 其實所以一張照片 其實可以定生死 所以我以前也是聽過 16秒定生死這件事情 所以我要報考航空公司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準 認真的準備努力 菸姐的 對 所以我就是 是請人化妝 請人弄頭髮 我就是拍了一張 哇 對 好像泰國人的照片 覺得很可愛 這張好美喔 你這一張 很能駕馭泰國的空姐 對 而且已經泰國人了 這感覺是會放那種 一比一人形立牌在那邊 很美 那是還有那一種 國賓記者都可以 這可以吧 這有更真 就讓它有示範的效果 還有示範照片就是這樣 就是要有朝氣 要飛向天空的感覺 這邊還是蠻色的耶 真的啊 你現在對的機器 假裝你現在要拍照 你會拍出什麼樣的照片 刷掉 這兩秒就刷掉了吧 這立刻刷掉 你不是走氣質歪的啊 不行啊 你要我正式的嗎 正式 所以你今天要去 認真 你今天真的要去應徵一家 很好的公司喔 好 來囉 來囉 3 2 1 3 2 1 3 2 1 刷掉 好違憲的耶 想 真的嗎 可以啦 謝謝 是這樣子 但你剛剛如果說是 娛樂製作公司的話 你用前面那個倒是 我覺得會吸引人 他會覺得 謝謝 有創意 很敢 其實為什麼 這個這一行的應徵 都是用影片 對 對啊 用影片比較多 比較真實 用照片太難認識這一個人 是 OK 這就是外表的部分 就是有時候你外表 不要沒自信 有時候自信反而是會 抓住主管的這個眼球的對不對 有自信最重要